各位观众您好 我是罗门牧师 我们要分享的就是 如何成为一个男子汉 如何成为一个成熟的男人 最后我们要思想的就是 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好的男性 成熟的男性 我们就必须要好好营造我们的婚姻关系 男人在工作中要承担责任 结婚以后也必须要养家活口 我们看见上帝设立了婚姻 当我们要面对工作上的压力 养家活口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轻易的放弃 当我们有挫折失败感的时候 要随时想起在哥林多后书七章六节 就是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安慰上气之人的上帝 除了上帝可以成为我们安慰以外 既然我们已经结了婚 我们的配偶就如同圣经上告诉我们 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 以及我们可以得着安慰 上帝创造了亚当 是他管理修理和治理大地以及伊甸园 我们看见如果他一个人来做所有的工作 那是不可能的 他需要有人来帮助他 因此我们就看见有婚姻跟家庭的设立 谈到婚姻跟家庭的设立 有三种特质 是我们必须要确保的 第一个特质就是婚姻具有神圣性 第二婚姻具有它的独立性 第三婚姻也具有它的亲密性 我们要依从这三个角度来思想 第一婚姻具有它的神圣性 因为婚姻反映了三位一体的属性 就是合一 人跟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 莫过于夫妻之间 只有在夫妻之间 能够有非常好的亲密互动 可以来描述人跟神之间 那一种所谓合而为一的概念 因为当亚当一个人在工作的时候 上帝就说了一句话 那人独居不好 其实如果按照创世纪第一章来思想 神创造每一样东西都说甚好 而且是非常好 可是当亚当独居的时候 神第一次说那是不好 不好不是指存在本身的不好 因为上帝创造人本来就好 那是指关系上不好 意思就是缺乏了互动的关系 缺乏了彼此之间帮补帮助的关系 因此一个男人必须要竭力的 维系婚姻的神圣性 使夫妻的关系能够非常的反映上帝跟我们之间那一种的神圣的联合的关系 如同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五节所说的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约书亚他以他的家庭来尊荣神 一定有很好的关系 同样的一个男人 他要如何以他的婚姻来尊荣神 来回应上帝创造婚姻的神圣性呢 首先也必须跟他自己的配偶建立很好的婚姻关系 竭力的维系婚姻的完整 第二 婚姻的亲密性 一个男人必须确保你的婚姻不容许第三者破坏 因为男人所得到的配偶是上帝所设立安排的 是骨中的骨 是肉中的肉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那一种的亲密性 是不容许其他的人破坏以及介入的 犹太人在他的传统的他勒穆德这样的一个书里面提到 为什么上帝创造人的时候 不用男人头部的地方来创造呢 因为是希望女人不要骑在男人的头上 上帝创造女人为什么不用男人的脚来创造呢 因为不希望男人践踏女人 所以上帝创造女人的时候 以男人的心和肋骨的附近来创造 就表示他要贴心 就表示他要支撑 他要帮助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亲密性的概念 这就是耶稣说夫妻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的了 因为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因此要确保婚姻的亲密性 我们就必须谈到今天社会上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离婚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在世界各地包括亚洲 离婚率可以说是世界第一第二名的排行 为什么离婚率这么高呢 就是没有竭力的确保婚姻的亲密性 因此我们必须要确保婚姻的亲密性 首先就是要彼此要有很好的信任感 丈夫要信任妻子 妻子也要信任丈夫 彼此之间有很好的沟通 如此当丈夫下班的时候 他回到家里才会感受到家是避风港 他不会想要在外面所谓的闲荡游荡 逢场作戏 因此我们看到家如果有亲密感 就会有吸引力 第三 我们要谈到一个男人 也必须要起来确保他的婚姻的独立性 如同《创世纪》二章二四节所说的 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谈到婚姻的独立性 当我们成家我们立业了 我们就必须要承担自己的责任 不能够再依赖我们自己的父母 来供应我们经济上的需要 他必须要能够承担养家活口的责任 同时所谓的独立性 另外一个角度也让我们看见一个男人 必须要承担家庭祭司的角色 他要为他的儿女祷告 他要为他的家庭婚姻配偶祷告 今天有很多的人 他们在儿女的成长过程当中是缺席的 他们没有扮演一个做父亲祭司的角色 我们看见这是非常可惜 很多养育的责任都交给母亲去承担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做好的男人 要在家里要扮演祭司 属灵领导力的角色 这也是一种婚姻的独立性 我们也看见独立性也要保守自己 特别在婆媳关系要帮助你的配偶 能够去面对婚姻的婆媳关系 成为很好的桥梁 沟通的桥梁 润滑季的桥梁 当然我们所为的提到 人要离开父母 不是不再孝敬父母 而是我们说 他的心理必须要独立 要割断所谓心理的期待 而做上帝要他承担的一份应该成长 长大成熟的男人的职份 一个做父亲的或者是一个成熟的男人 他必须要好好的教育他的孩子 使他的孩子到老也不会偏离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做丈夫的是妻子的头 在《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三节谈到 所以我们必须按照圣经的原则和教导 总结今天我们所谈到的 有十项是我们成为一个成熟的男人 做一个男子汉必须要记得的 首先就是要确认 上帝是我们唯一的主宰 第二 我们的生命的目标 是为了要荣耀神 第三 我的身体是圣灵的电 所以不可污秽自己的身体 第四 我参与的教会也必须是一个荣耀神 而且成为一个符合圣经教导的教会 第五 我的后代子孙都是要荣耀神属于神 我要好好的教导他们 第六 我所说的言行举止必须能够荣耀神 不要绊倒任何人 第七 我的婚姻是对神一生的尾声 也是对配偶的尾声 第八 我的钱财必须要按照神的原则 来好好的经营管理 做一个忠心的管家 第九 我的话语必须跟圣经的话语是表里一致 这是成为很重要的榜样 第十 最终我要爱慕天上的事 胜过对世界上所有事物的爱慕 愿上帝祝福您成为一个成熟成功的男人